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生理学博士 现在在美国责任医师协会 从事临床营养学研究与推广 下面小关就来和大家说说 这位完全吃素20多年的医学博士 从他自己的专业领域以及生活经验出发 对吃素偏见提出的14条反驳观点 希望会在不经意间改变你一生的态度 一 素食者容易营养不良不均衡 错 这是大家听到最多的一点 其实素食反倒是营养最丰富的饮食 而且很容易平衡 只要做到蔬菜水果豆类和骨类都吃 以及热量充足就没有问题了 相反西方多肉食饮食反而会造成营养不良 下面就拿一些重要的营养素简单的分析一下 蛋白质 以蔬果豆骨为食 如果热量摄入足够 就不会出现蛋白质不足的问题 这是大家对蛋白质对普遍的曲解 铁 其实植物性饮食很容易满足对铁的需求 绿色蔬菜和豆类是很好的铁的来源 同时多吃富含维他命C的食物也会帮助铁的吸收 事实上很多非素食主义者 由于维他命C的摄入不足反而造成缺铁 另外植物铁源非血红素铁的吸收率 在身体含铁高的时候降低 在身体含铁低的时候升高 这种调控机制有利于防止铁摄入过量 而肉类所含的铁 血红素铁在各种情况下都更容易吸收 容易造成铁摄入过量 铁摄入过量与糖尿病 心脏病 肝硬化 肝癌 老年痴呆等关系密切 钙 素食中的绿色蔬菜和豆类是很好的钙源 动物园的钙 比如牛奶吸收率虽然更高一些 但是动物蛋白会刺激钙从肾脏流失 而在哈佛大学的大规模流行病学研究表明 牛奶对骨骼健康并无益处 还有维他命D对钙的吸收和代谢非常重要 所以日照不足的人应该补充维他命D 心 虽然有很多关于素食者的心摄入不足的说法 但是科学证据尚不能确认 由于心事体内几十种酶的必要成分 素食者有必要注意多汁含辛高的食物 如豆类 坚果 种子 绿色蔬菜等 维他命A 有人说植物性饮食不含维他命A 所以造成缺乏 这种说法并不科学 多半蔬菜和水果富含胡萝卜素 一个分子的胡萝卜素在体内 可以代谢为两个分子的维他命A 所以很难找到缺乏维他命A的素食者 小湾顺便在这里提醒大家 维他命A摄入过量会中毒 常见于服用补剂和食用动物肝脏的人 而维他命A的前提 胡萝卜素摄入过量则不会造成中毒 所以有学者建议 胡萝卜素应该是真正的维他命A 因为维他命在定义上是不可以有毒性的 维他命B12 普遍认为只有动物性食物才含有维他命B12 实际上维他命B12是由细菌合成的 现代化农耕和卫生环境导致我们的食物中缺乏B12 动物制品中所含的B12也是在饲料里添加进去的 所以与其吃二手的B12 还不如直接吃维他命B12的补剂 不饱和脂肪酸 很多人认为只有鱼类才含有这种脂肪酸 实际上他们的不饱和脂肪酸也是吃很多海藻才积累起来的 所以藻类是不饱和脂肪酸的重要来源 另外亚麻籽奇亚籽核桃大豆也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二人体需要摄入胆固醇 错 实际上人体不需要摄入胆固醇 人类的肝脏还有大脑可以合成足够的胆固醇 真正的问题在于人类虽然可以合成可以吸收 但是不能分解胆固醇 这就是为什么肉食者容易出现血压高 高血糖高血脂等等一些疾病 三素食者身体比较虚弱 错 这个问题很常见 解决起来也很简单 主要原因是热量摄入不足 因为一般植物性饮食的脂肪含量较低 纤维含量较高 总体上能量密度较低 所以刚开始吃素食要注意吃饱 食物的总体积应该比以前大些 可以采用多餐加坚果零食的一些方法 四素食者怀孕能力下降 错 有几种说法和角度来谈这个问题 对于女性来说 最常见的还是热量摄入的问题 一些女孩为了减肥 故意控制热量摄入 或者由于刚吃素 忽视了能量密度问题 没有注意增加食量 在饥饿的状态下 月经也会不正常 更不用说怀孕了 对于男性来说 其实素食是预防生殖问题的两方 高胆固醇的动物性饮食 会造成动脉硬化和血管堵塞 导致生殖障碍 另外 生殖障碍是临床预测 心脏病发作的重要信号 五 儿童素食以后个子矮 错 很多项研究表明 素食儿童的身高 与非素食儿童没有差别 由于动物制品造成较高的 生长激素和磁激素 以及低纤维的饮食 不能有效地排除性激素 非素食儿童的青春期 通常会早一到两年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早熟 六 孕期吃素 对胎儿的影响不好 错 美国饮食营养协会 根据现有科研结果的立场指出 对所有年龄和生理阶段的人群 包括孕妇 哺乳妻妇女 婴儿 儿童和运动员 规划好的素食 包括纯素食 都很健康 素食可以提供充足的营养 并且能够帮助防治慢性病 实际上母亲吃素 可以避免因为食用 动物制品而摄入的 环境毒素 重金属 放射性同位素 和致癌物等 这些物质 很多可以通过胎盘 进入胎儿血循环系统 对胎儿的发育 尤其是大脑发育 产生很好的影响 七 吃碳水化合物多的食物 容易发胖 错 肥胖的问题的关键是 能量的摄入 与支出的平衡 动物性饮食 由于能量密度高 更不容易填饱肚子 所以更一过时而造成肥胖 但是 坚持低脂高鲜的食物 是减肥和长期保持体重的 最佳方法 要减肥就要避免 多油 低鲜 深加工的 不健康食物 八 素食者容易患抑郁症 错 见过很多吃素的人 都是吃素后身体好了 精神好了 更快乐了 这个观察与 临床研究一致 不过 素食者要注意补充维他命B12 严重缺乏的话 有可能影响到 神经系统功能 九 素食者容易患胆结石 错 有很多的科学文献 并不支持这种说法 在科研实验中 很多因胆结石 而做了胆能切除的年轻人 他们都是吃肉很多的 这可能与肉类含有 高胆固醇和饱和脂肪有关 多半胆结石的主要成分 是胆固醇 十 素食者身体容易早衰 错 这种说法没有一点根据 事实上 越来越多的科研结果表明 素食者活得更长更健康 如果所谓的早衰 指的是皮肤的皱纹和光测问题 那么研究已表明 鱼尾纹的多少 与动物制品富含的饱和脂肪摄入正相关 与蔬菜摄入负相关 十一 吃素会导致记忆力减退 错 这个说法是杜撰出来的 对于外界众多的说法 我们需要理智的去听信 要参考具体实际的科学研究 十二 素食的口味清淡单一 这也是想象出来的 实际上烹饪荤食需要很多重口味的调料 荤食的味道来自这些调料 所以比较起来荤食的口味更单一 我们的味觉在适应素食后会变得比较敏感 多半人开始吃素食才会发现有多么不一样的 以前没有体会过好吃的食物和味道 十三 素食生活很难坚持 这是习惯和上瘾的问题 多半人素食三周后就不会再想荤菜了 有一些食物会令人上瘾 如巧克力 奶酪 肉 实验证明 摄入这些制品后 大脑内会产生鸦片类物质导致上瘾 停止食用后这种渴望也随之消失 十四 肉食是净化的产物 错 净化的应该是我们的智慧和爱心 不是在食物链中的位置 鲨鱼在进化上很古老 但仅处于海洋食物链的最高端 而多重食用含量95%到100%的植物的灵长类 它们在进化上比肉食动物更高等 据美国责任医师协会研究结论 动物蛋白尤其是牛奶蛋白 能显著增加癌症 心脏病 糖尿病 多发性硬化病 肾结石 骨质疏松症 高血压 白内障和老年痴呆等的患病概率 所有这些疾病都能通过调整饮食来进行控制 同时 它们还倡导以营养学为基础的预防医学 强调 以蔬菜 水果 豆类和全骨为主的健康饮食 好了 看完了许家博士的这些分析 不知道能不能解答你心中关于素食的疑惑 其实素食不只是合理饮食那么简单 还需要我们坚定且自信的心 要确信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健康的素食者 再搭配合理饮食和运动 小关相信你的身体一定会棒棒大 如果您对素食也有着自己的看法与建议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给大家 喜欢小关 别忘了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